D-Day TV KPM 卖白菜啊 卖白菜 一公斤二十块 卖白菜谁要来买我的白菜呢 今天穿西装卖白菜 有点独特对不对 我们先谢谢 刚才上一个时段的 这个老师还有主持人 就是教了电脑课 那今天叫我来卖白菜 是要叫什么课呢 很奇怪 但是白菜很香 据说包饺子特别的好吃 那在进入我们的课文之前 先来看看今天 是哪一位老师 会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来看一下 是的 今天很高兴啊 有我的老乡的老师 霹雳舟的张妙妮老师 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今天的这个课文 欢迎张老师 李婷你好 大家好 张老师来自霹雳舟巴里文达的 极年国明星 华文中学 我们现在都叫华中 对 老师教课教了多少年 十四年了 经验十分的丰富 不敢当 那老师今天一开场 叫我卖白菜 是怎么一回事呢 跟今天课文什么关系呢 对啦 今天我们的课文的这个作者 他也曾经在他童年时候 卖过白菜的 对可以想象到一个小说家 可是以前是卖白菜的 是 这个卖白菜 就是想要知道呢 就是到市籍去过生活 对 看起来好像家境 不是很好 对的 好 先卖一个关子 接下来我们就要请老师 来跟我们像往常一样 消毒我们的双手 好的 OK 来 因为这个是我们就这个疫情 据说今天又飙升到 两万二千多宗 所以这个防疫的动作不能少 也要保持一定的距离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也想知道一下 今天六位跟我们一起上课的同学 来自哪里 是老师的学生 对吧 都是我的学生 好 来看一看这六位学生 哈喽 你们好 你好 好 我们要请同学 一个一个来自我介绍好了 因为我手上呢 虽然有名单 但是对同学的了解不深 我们要同学自己举手 对吧 好 就让我们自己来自我介绍吧 好 来 谁来开始都可以的 打头证的是谁啊 来 就开始吧 还是要我 好 好 大家好 我叫徐智欣 来自吉年华中 今年中午 因为我可能是从事同任的方业去发展 好的 老师有口福啦 好的 下一位 哪一位同学 老师好 主持人好 我是徐满堂 来自吉年华中 今年中午 别过我想从事美食行业 哇 也是美食 哎呀 老师要减肥 好的 下一位吧 嗯 老师好 主持人好 我是陈一秋 来自吉年华中 今年就读中午 呃 毕业过后 我想从事电子行业 哦 好的 电子行业 有什么电子相关 就是要问他了 哦 对了 嗯 所以再来哪一位同学啊 大家好 主持人好 我是黄嘉玲 今年中午来自吉年华中 我以后想当的职业是主持人 哦 主持人 你好 厉害未来的接班人 好的 再来哪一位同学 大家好 主持人好 老师好 我叫林兴荣 来自吉年华中 吉年中午 我以后想要从事的行业是 艺术跟演艺 哦 也是 期待 期待 对 好的 最后一位同学是 老师好 主持人好 好 主持人来动物 我的心 我 像我 我要做的 我的梦想是做电脑设计师 哦 很好 是 好 那那一位同学都自我介绍过了 好的 那我们这里呢 要稍微休息一下 因为等一下老师马上就要开讲他 今天跟卖白菜有关的这一堂课了 所以休息一下 不要走开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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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D-Day TV KPM D-Day TV KPM 说到今天这一篇散文或者短篇吧 我们叫那个名字叫做卖白菜 据说是作者本身的亲身经历 跟他童年时的一些回忆和事件有关 那现场我们有张妙妮老师 妙妮老师好像本身读了真的是感慨万千 据说老师第一次念这篇文章的时候 还是累满旷 是 不知道同学已经先读过这篇文章了吗 对 同学们也读过了 是 我们听听同学 对这篇文章的初步的印象到底是什么 哪位同学想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卖白菜这篇你们读了之后的感觉是怎么样 是 哪位同学好像满堂是吗 满堂也读了对吧 嗯 好吧满堂你来帮我们回答 满堂你来回答吧 来分享 来跟我们分享 在卖白菜这篇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 母亲是一个坚强又慈祥的人 我相信每个人的母亲都是一样的 虽然有些母亲不要严格 而且就算在严格的母亲 也会像五星天使一样保护着我们 陪伴在我们身旁鼓励我们 然后我也觉得 母亲是一个伟大二平凡的一个人 也是最无实句子都我们相信的一个 希望我们在日子里 希望我们在未来日子里过得好的 最后我也觉得 我们应该像小说中的作者母亲学习 父母也要做好榜样引导孩子 就像作者被她母亲影响一样 好 看来是一个十分严厉 但是又十分慈爱的母亲 还有哪一位同学想要分享 对于这篇文章读过之后的感受 是 请直接举手 子欣 子欣要回答 其实我本身有经营那些网麦之类的事情 麦克风要靠近一点 不好意思 靠近一点 子欣 子欣 不够清楚 对 好的 好 您说 我本身就是有经营网麦 在这种类型的 剪职 对剪职 然后顾客他们有些会选择想要找我们好像包油免油之类的东西 然后或者希望找一点到货 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完成他们所要的需求 可是我还是很有耐心的去应付他们 就是告诉他们就是好像故事里面的母亲这样很有耐心的去应付那些比较挑剔的顾客 对 子欣也感同身受啊 因为他也像这个莫言一样有兼职的经验 是 好 我们再请一位同学分享好了 哪位同学 好 你说啊 我读完这篇文章我觉得自己很幸福 就例如年夜饭 我吃年夜饭虽然很频繁就是火锅 但是不像作者一样不能吃到白菜鲜的饺子 所以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幸福的人 然后虽然白菜不是火锅的主角 但是对作者就不一样白菜是饺子的主角 所以我们要珍惜身边的事物 好 那其实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可能啊 对这个故事啊有一些没读过的 我们就请张老师来简述一下 这故事内容到底是什么 是哪一位作家在写的 就是莫言就是大家也可以看到啊 我们两位的桌上呢都有这个小说嘛 就是这个我们的这篇小说的作者呢 就是莫言啊 刚才也有立体刚才也是卖白菜了嘛 就像作者呢 他童年的时候呢 也曾经有经历过 就是在上学途中呢 要帮他母亲拿白菜去卖的这个经历啊 那他就因为就是刚才子姓讲的 有一些顾客呢就很挑剔啊 去搓这个白菜 这个白菜啊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个如果被拔掉这个白菜呢 就会比较轻了一点嘛 就好像我们去菜市场 买这个蒜头的时候 我们就会剥掉那个皮对嘛 就可以减轻 但是如果是买卖家的话 就是会面对问题了嘛 所以他就生气的 多算了这个老太太一毛钱 一毛钱而已 但是呢就东窗事发了 就接穿了被退回了 这个白菜就被退回了 就被冻伤了不可以吃了 坚强的母亲从来都没有哭 但是呢却因为啊 这个儿子呢多算了一毛钱呢 而流泪了 为了儿子的不诚实而流泪了 那因为它涉及诚信的问题 对不对 对对 所以我读的时候啊就会想起了一些 有时候孩子们不诚信的时候呢 身为母亲 因为我们同样都为人母啊 都会对孩子呢有很大的希望 如果孩子做得一点不诚实 我们真的就是很心痛 是 那老师今天学习重点 会从哪几个方面出发呢 对那就来看一看我的这个视频吧 那最主要呢 我要跟大家讲解的就是 我们要探讨的是 疲苦中坚守诚信的可贵 哪怕是一毛钱 我们都要坚守诚信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要探讨的 这个小说卖白菜 那我们的学习重点呢 就有这三点 首先老师会跟大家一起来 解读这个小说 然后呢就会通过小说里面的细节描写 还有情节里面的矛盾与冲突 去剖析人物形象和性格 然后呢最后呢就会 进入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就是分析考题 好的 那首先呢我们先来介绍 刚才的那个莫言 就是这一位我们的这个作者 OK 这个是来自网络的照片 那莫言呢他的原名是管莫业 他1955年呢 是出生在山东高密市 东北乡的一个非常贫困的农民家庭 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 那他也获得了博士的学位 也是中国作家学会的第八届的副主席 那莫言呢有非常多的著作 包括呢很出名的洪高粱 有拍成电影和电视剧 然后呢也获奖无数 那他最高的成就呢就是 他是中国第一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 就是在2012年的时候 好 那我们现在进入呢要解读这篇小说了 那我们可以通过呢几个环节来 几个就是几个方面去解读这个小说 好 首先刚才我们已经说了 这个小说的背景是作者的童年嘛 所以呢就是大概是在1967年的中国 那时候呢是将近年关的冬天 同学们一定要注意是将近年关的冬天 那整个小说呢 他的线索也非常的重要OK 那有没有同学可以告诉我 这篇小说的线索是什么呢 贯穿整个小说的是什么东西呢 有同学来回答吗 告诉我来回答 好的 子星 好 他的线索是白菜 对 因为子星他兼职过嘛 他知道他就是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白菜就是我们贯穿整个小说的线索 OK 那除了这个线索之外呢 人物也很重要OK 人物是小说的灵魂 那我们这个小说的人物有哪三个呢 有没有同学来帮我们回答 告诉我来回答 好的满堂 里面的人物有作者母亲和老太太 对就是刚才我们所过的这三个 作者母亲和老太太 所以这个从作者 这个三个人物里面呢 就会带出了故事情节 然后从故事情节呢 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这个小说的主题思想 因为呢每一篇的文学作品呢 的主题思想都是很重要的 最后呢也别忘了就是从作者的艺术写手法 就是写作的手法呢 我们更加能够了解到这个人物形象 那两个很重要的就是善用细节描写呢和巧设矛盾与冲突 接着呢我们就来先看一看这一段 刚才我们提过 这个是莫言在领取诺贝尔文学奖上的一个演讲 非常重要的一段话 我们就请一位同学来帮我们读一读 我最后回了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卖白菜 有意无意的多算了一位卖白菜的老人一毛钱 算完钱了我就去读书 我就去了学校 当我放学回家时看到很少流泪的母亲流泪满面 母亲并没有骂我 只是轻轻的说 儿子你让娘丢了脸 对的 谢谢满堂 谢谢义秋 所以这一段很感人的话 就是她在诺贝尔文学奖上所说的 因为她很遗憾 这个在她成功的时候 母亲已经离开了 所以她把这件事 所以这个我们说 这个是她兴盛的这个很经历 那我们就进入 这个小说的故事情节 给老师也为你们做了这个思路图 让我们可以了解到 这个小说的开端发展和结局 我们请一位同学来跟我们讲解 稍微的讲解这个整个来龙去脉 有同学了 好的 嘉玲 一台只是作者贫穷 所以决心把有这过年爆炸的白菜拿去卖 然后到集市的途中 白菜掉到地上 母亲就去把白菜捡起来 她的集市老太太的举动 让作者很愤怒 所以夺穿了她一毛钱 结果没有想到白菜就被推了回来 母亲就流泪然后感到失望 对了 所以最后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 母亲的眼泪让作者沉痛 他说至今想起她心中依然的沉痛 所以从这个结局就可以带出我们的主题思想 很重要的主题思想是什么呢 有同学来给我们解答吗 老师来回答 好的 姓荣 就算在贫穷也不能失去比金钱更重要的诚信 对了 很重点就是在这里 诚信 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我们的主题 贫困中还是要坚守诚信 诚信的可贵是比金钱更加重要的 好的 那其实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莫言在2012年 他到瑞典去领取诺贝尔文学奖项的时候 他在这个华人华侨的欢迎宴会上 你看他们就是在吃饺子 OK 那他曾经也说过 他小时候因为真的很穷 他很想当作家 就是因为听到人说 当了作家一日三餐都可以吃上香喷喷的饺子 可见他那时候为什么那么生气 那个老太太多算 会多算他一毛钱 因为老太太又戳那个白菜 然后又欺负这个白菜 所以他真的非常的生气 好的 那我们就要进入这个细节描写了 OK 刚才我们说过 所以这个莫言小时候虽然是很贫困 但是他长大后是一个伟大的作家 他善于用细节描写来去突出人物的形象和性格 尤其是他自己深爱的母亲 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些细节 怎样带出人物形象和性格 比如说这个小说里面有提到 当母亲就是太穷了 决定要卖掉白菜的时候 他这样子形容 母亲掀起衣镜插去我的泪水 然后我附在母亲胸前尾气的臭一掌 然后母亲又用粗糙的手 抚沫的头 我嗅到他衣镜上那柔烂的白菜的气味 你看他这样子细的去描写母亲 OK 那这个母亲是什么形象呢 好 我们请一位同学来回答 老师我来回答 好的 子欣 这里显示出母亲是个慈爱的人 对了 慈爱 母亲很慈爱的形象 好的 接下来呢 作者就回忆起呢 他们在一年三个季节里面 你看这个细节描写 萨种 建苗 除草 抓虫 施肥 浇水 收获 到量赛 天天都试弄着这个上百棵的白菜 每一片叶子都留下他们的手印 所以从中又可以看到母亲怎样的形象呢 来同学们来帮我们解答 老师我来回答 好的满堂 这里展现母亲非常的勤奋 对 非常的勤奋 好的 再下来的一些细节 这个细节就是关于老太太的 OK 你看怎样形容 风迎着她吹 身体摇摆 然后风就要刮起来了 使她站不住 手指又像枯彩一样 那是老太太怎样的形象呢 来 谁来回答 好 嘉玲 老太太的形象是瘦弱的 对了 很瘦弱 像枯彩一样的手指 接下来她看中了这个白菜 又问价钱 然后嫌贵 然后又翻动那个白菜 又拽断她的根 然后戳这个白菜 又嫌她不仅这么多个细节的描写 还撕光了这个菜帮子 然后看那个秤的时候 就脸几乎贴在这个秤杆上 所以老太太又是怎样的形象呢 来 谁来回答 老师 我来回答 好的 欣荣 老太太是一个挑剔的人 对了 很挑剔 OK 好 接下来你看 当决定要买了这个白菜的时候 老太太就从腰里摸出一个肮脏的手卷 层层揭开 录出一打的纸票 然后就将这个手指沾进这个嘴里 有了这个脱墨就容易数 就一张一张的这样子的数 那又显示出老太太怎样的形象呢 来 谁来回答 老师 我来回答 好的 子一 老师 我来回答 好 子一 贫穷 对 老太太非常的贫穷 OK 相信大家通过这个细节描写 就已经可以看到了这个老太太母亲的这个形象 性格 对 所以就是 这个莫言呢 他写这个白菜 卖白菜的一个过程啊 是讲说他上学之前 他需要去陪着妈妈一起到市集去卖白菜 对 那他其实这个白菜本来是 留着要在春节的时候吃饺子对吧 对 是的 那老师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他在中国啊 就是当年过节的时候 因为跟我们马来西亚的文化不一样嘛 我们吃的年菜跟他们不一样 对 就算我们吃的年菜也有时候是饭菜 有时候是火锅 是 就换来换去 但是他们是穷到呢 我们包饺子都是里面是有肉的杏料啊 或者是虾吧 可是他们是穷到呢 没有大鱼大肉就只是白菜而已啊 但是这白菜的香味就足以让他觉得很残 所以他舍不得卖对不对 他很想留给自己过年的时候 自家一起来包饺子吃 所以你看他的这个细节描写的时候 他就非常突出了这个老太太啊 因为你看这个他形容这个老太太的时候呢 虽然是说到老太太很挑剔 可是呢他又埋下了伏笔 这个老太太是非常瘦弱 非常贫穷的 所以他穷太太老太太也穷 对 大家都是非常贫穷的 所以在他的治理行间 其实他虽然描述老太太 比较负面的一面了 但他也凸显他为什么会这么的斤斤计较 对不对 对的 因为他希望说他花的每一分钱 都花在刀口子上 就是说他买回去的东西是值得的 所以他会去挑说哪一棵白菜 卷得最紧 最新鲜 那如果不够新鲜 他就要撕开 就给他称重的时候比较轻 那他不用付那么多钱 是的 所以在这边呢 这个细节描写里面 也看出这个矛盾 就是等一下我们要提到的 就是这个矛盾与冲突 其实冲突呢 意思就是内在和外在的矛盾 就是形成了冲突 从这边呢 作者莫言也是非常的善用 巧设这些矛盾与冲突呢 去凸显人物的形象和性格 那一篇小说和散文 它好看的地方 就是在冲突出现的时候 所以我们这里先休息一下 稍微来呢 张老师就要跟我们讲解一下 到底他冲突的地方 外在和内在的在哪里 不要走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来 那今天我们讲到这个莫言 诺贝文学奖得主的这篇文章 卖白菜 是讲小时候非常贫苦的 他陪着妈妈到市集去卖白菜 就遇到了一个老太太 老太太本身也很穷 所以对白菜是诸多挑剔的 然后在给钱的时候呢 也显得很精打细算 就沾了他的唾液 一张一张钞票的在算 生怕算错了 还警告这个莫言 小时候的莫言 你帮我算这笔钱的时候 不要算错 不要多算或者少算我 因为这钱对大家来讲都很重要 尤其是以前贫困的中国社会 那我不知道这故事 接下来好像有一个冲突点 让他达到一个高潮 我们来问一下张老师好了 这冲突的地方在哪里 就是刚才我们提到 那个挑剔老太太 人家都很伤心很不情愿的去卖掉这个白菜 而且途中还不小心让这个白菜掉到地上 心疼死了 对 其实很可惜的 没有没能跟大家分析可以吗 讲一讲就是 其实莫言的母亲她是裹小脚的 就是三寸金链穿了三寸金链了 然后过后当然就拆掉了因为贫困 所以她可想而知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是莫言帮母亲背这个白菜去卖的 非常懂事孝顺的孩子 所以当白菜掉到地上的时候 她母亲就赶快急忙的就垫着小脚 然后扎着这个肩膀 然后赶快又急忙了 可是又要小心翼地把这个白菜是这样子爆了起来的 爆了起来 她用爆这个字去形容起来 多么的珍贵 对 多么的珍贵 但是看到这个老太太是怎样呢 就戳这个白菜撕这个白菜 我都不好意思示范了 因为也很心痛 所以这个矛盾冲突就出现在这边了 而且那个时候是冬天 我们知道是冬天 白菜如果照顾得不好的话冻坏 对啊 你想象这个白菜是 放在我们冰箱结冰的地方会有什么结果呢 所以就是这个很心疼 所以这个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冲突 我们现在我们来看一看 但除了这个冲突之外 一开始就矛盾重重了 就是母亲她几经挣扎 因为一开始就有说到因为很穷 为什么老师说我中的感触 就是因为一开始小说就有说 母亲在找线头 然后掀开那个锡抗 看看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就家里找遍了全部都找不到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所以几经挣扎 心里面的那个矛盾 所以最后才决定要卖掉这个白菜 眼睛湿碎碎 但是没有哭 但是作者那时候她十二岁 是个汉子了 但是还哭 所以她反而就责怪孩子为什么动不动就哭 所以虽然那么贫困 但是母亲从来都不像贫困低头 所以这个就是她的一个一开始的 这个故事开头的矛盾 但是从这个矛盾里面反而更加显现出母亲 怎样的形象呢 我们请同学来回答 有哪位同学 好的 子星 这里看得出母亲是个非常坚强的人 对 母亲非常坚强 你看就算多贫困都不会就是流泪 好的 然后这个是站在母亲的立场 那正在我的立场 尽管她是非常的不舍得 她就是哭了 她就好像跟母亲 因为她是母亲最小的儿子 母亲八个孩子里面最小的儿子 她就会说 不是说要说好了 留着过年包饺子的吗 就闹别扭这样子 所以这个虽然是非常不舍得 但是因为她非常理解家里的经济状况 所以就妥协了 所以从这边的心理的矛盾 又可以看出我的怎样的形象呢 我们请一位同学来回答 到时候来回答 好的 作者非常的懂事 对 她非常的懂事 好的 所以懂事的作者还不止 就是刚才我们说到 她就虽然要去上学 也帮母亲背这个白菜到这个集市去买 但老师如果我们说她孝顺可行吗 在这里 对的 是的 她也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孩子 孝顺懂事 所以她孝顺的她就帮忙母亲 就算要去上学也要帮母亲 所以但是因为当时候是冬天 刚才老师也提醒了 因为冬天 然后可能就因为心不在焉 因为心里就是不舍得 然后冬到太冷了 这个冬天太冷了 所以连白菜掉下去 她也不知道了 OK 但是母亲就急了 因为这个是他们 就是要赚钱的工具了 所以本来想要骂她的 可是就看到她的手上原来 她已经有一个溃烂的洞窗了 想看一下冷到已经有一个洞窗 所以又于心不忍了 就温和的就只是说了她几句 没骂她 对 没骂她 就只是就是我们有时候 老人家就是口识心 就是把饭吃到哪去 这样子的讲她而已 那从这边又可以看到 母亲很矛盾的那种 想骂可是又骂不出来 虽然就真的很气恼 但是又骂不出来 好 这个母亲 这种矛盾里面 看到母亲怎样的性格 或者是形象呢 来 老师我要回答 好的 一秋 从文中可以看出母亲 对作者的慈爱 对 又再次的 显现了母亲的慈爱 好 这个矛盾与冲突 还不止这些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高潮了 OK 就是他们来到集市的时候 面对着这个很古怪又很执拗 执拗就是不听劝告 又非常挑剔的老太太 她当然会生气 前面我们也说过的 她这么真爱的这个白菜 所以就顶撞这个老太太 老太太也不甘示弱 她就会跟母亲告状说 这是你儿子吗 为什么这么没礼貌 OK 所以 但是在这个冲突里面 母亲她非常谅解 大家都是贫穷人 就好言相卷 就说 然后就很耐心 OK 然后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要完成交易 刚才像子星说的 是不是 就是那从这边 又可以看到 母亲怎样的形象呢 来 谁来回答 我来回答 好的 嘉玲 母亲我是善良 对 母亲非常善良 好的 那就因为母亲她偏头痛 不会算账 算不了账 老太太更不用说 因为他们是用那个秤 以前的秤 所以不容易算 又没有积息 就是在草地上算 就是小莫言算账 所以她就因为就想要报复 泄愤了 所以就多算了一毛钱 OK 但是老太太是不好惹的 她回去当然就是 可能就是找人去算 所以这件事情被揭穿了 OK 白菜就被退回了 就是其实他们认识的 老太太和母亲也认识的 所以她就可能就是 我们自己去想象 就是老太太气冲冲的 把这个冻伤的小白菜退回了 然后母亲就很痛心的 斥责儿子 为什么那么不争气 所以因为她的诚信 受到了质疑 就痛哭流泪 所以从这里又可以看到 母亲怎样的形象呢 好 你请一位同学回答 老师我来回答 好的 欣荣 母亲是一个坚守诚信的人 对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重点 母亲非常坚守诚信 好 那在我的角度来说 她就是只是想要报复谢芬 她真的压根也没有想到 母亲把诚信的 看得比金钱更加的重要 而且是哭得眼睛红红 因为她从来没有看过母亲流泪 所以对她来说是非常的震撼的 也终生的难忘 所以从这里又可以 这样的矛盾里面 又可以看到我怎样的形象呢 她心理上有一个变化 有一种对手 这个矛盾 好 来 子毅 老师我来回答 好的 子毅你回答 会反省 对 她会反省 所以她才会终生难忘 才会这种震撼 所以我们可以讲说她是自行悔过 她是会懂得自行悔过的一个人 OK 所以就从中就可以带出了我们的主题思想 OK 所以就看完了我们所有的 从刚才的细节描写 到现在的矛盾冲突 那大家准备好了 要这个回答我的问题吗 就要分析考题了 对吗 大家都准备充足了 好的 那我们就先进入一个主题 一个议题 OK 这个就是从网络上截取的 莫言的母亲 大家可以看到 尊重母亲的照片 对 这个母亲的照片 那我已经截了 旁边其实是有一个莫言的 对 大家也可以在网络上看到 就是这么慈爱的一个母亲的形象 莫言说的没错吧 就是我们一开心就觉得 这个母亲是非常慈爱的 所以大家看看这题要怎样回答 描述 OK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要描述 母亲笔下的 作者笔下母亲的形象 OK 所以就是刚才我们所 刚才同学们已经回答的对吧 我们请一位同学来稍微跟我们口述 这个要怎样回答呢 来 有同学要跟我们回答吗 告诉我来回答 好的 主持 那有讲到母亲的第一种形象是坚强 因为就她就算在很贫穷的日子里 她还是能去维持生计 不像贫困低头 第二种形象是慈爱 因为她很温柔的去安慰 因为白菜要被卖掉而哭泣的儿子 第三种是善良 她很有耐心的去应付 老太去应付那个挑剔的老太太 第四种是坚守诚信 母亲是个坚强的人 但是她因为儿子 她都算老太太的一毛钱而哭泣了 对的 好的 谢谢子星 所以刚才子星都有用心听了 刚才我们其实都有分析过的母亲的形象 而且这个是我们说的 作者最敬爱的母亲 她写了这个小说来赞扬她的母亲 所以同学们我们在回答的时候 大家要注意就是描述 所以我们有了这些细节 但是大家同学们要注意的就是这个形象 你一定要配合这一个描述 比如说你说母亲是一个坚强的母亲 但是我们解释的时候 我们一定也要解释到 她何谓的坚强 怎样的坚强 而且我们要忠于原文 小说里面提到的我们才能够写 然后我们也要就是描述得正确的 OK 比如说这个温柔的安慰 要买菜要卖掉而哭泣的儿子 所以这个是她慈爱的形象 OK 再来就是面对这个挑剔老太太 显示出她非常的善良 还有就是坚强 但是却因为儿子多少一毛钱 不诚实而流泪 所以这一个形象 所以同学们要特别的注意 是 那老师因为我没考过这堂课 我想请教一下老师 通常我们面对这样的考题的时候 是描述母亲的形象 那这样的考题大概是多少分 我们应该要怎么做达成取得满满的分数 所以通常我们就是要给三到四个要点 那这个四个要点就是最保险 最保险 但是如果你只是回答 母亲非常坚强 慈爱 善良 坚守诚信 这样是没有分数的 一分都没有 对 因为这边老师特别画出来 要描述 要描述 你就不只是写而已 一定要描述出来 这样才显示你懂 如果你这样子随便猜 可能就是你猜对的 因为一般上母亲都是这样的形象 所以就一定要描述 同学们一定要记得 一定要描述 这个母亲的形象 是 就是你概括了一个母亲的形象的时候 你要把母亲在文中的细节写出来 对 你一定要解释 要点到那个作者写的重点 对 这样才可以取得分数 我们再看下一题 是 那下一题呢 老师会继续跟大家来讲解 就是跟哭有关的一些细节 那个情景到底带出什么意思 然后同学们应该怎么样去回答 这样的一个考题 才能取得比较好的分数 所以先休息一下吧 谢谢大家 今天张妙妮老师分享的这些课文 就收录在中四中五的华文文学当中 就是莫言所写的这卖白菜 其实在这情节当中 有三次是描述了这个哭的情节 一个是当时候去取白菜的时候 莫言想到可能没白菜可以吃了过节 那再来母亲安慰她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她去市集卖了白菜之后 骗了老太太多一毛钱 最后她悔恨的就流下了眼泪 那这三次哭的感受都不太一样 我们把时间交给张老师 请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 那所以这个作者在这个卖白菜里面 就三次的 这个短篇的小说就描写了 三次哭的情景 大家同学们要注意看 减速 减速这些情节 减速就好了 简单的讲解就好了 然后还要再说明有关人物 他不跟你说这边是谁 要考你了 哪是谁呢 然后又什么形象 同学们来尝试回答 来有谁来回答 老师我来回答 好的满堂 第一次哭是因为作者要吃 过年要吃饺子的愿望要破灭 然后作者难过的哭了 这里显示了孩子气的形象 不过母亲很温柔的 安慰他所以展现了母亲慈爱的形象 第二次哭是因为作者不小心把白菜弄掉到水沟里 他担心白菜变子 记得说自己不是故意的 可见他是一个懂事的孩子 可是母亲本来要骂他 可是已经不能再次体现了母亲慈爱的形象 然后第三次哭是因为作者多算老太太一毛钱不经 为儿子的不诚实而流 列显示了坚守成性和维护自尊的形象 你看好像会背了 因为为什么呢 刚才前面我们都已经说过了 都可以倒背如流了 谢谢满堂了 对了 所以你看我们就是一定要减速这个三次哭 怎样的哭 难过的哭了 急的哭了 自责而哭就好了 减速就好了 然后什么人物 这个考我们的地方 我们这个小说就只有这三个人物 不可能是提到老太太的对吧 所以就一定只是作者和母亲 什么形象 刚才我们已经讨论过了 所以同学们是不是有很有把握了呢 可以上跑场了呢 就这样子回答 减速 当然同学们一定要用完整的句子来回答 OK 那所以就是这个孩子气的形象 慈爱的形象 我们一直都提到了刚才懂事 最后当然不要忘记的就是 坚守诚信 还有这个维护自尊 我们可以变动 就你用的这个词汇就看同学们怎样回答 只要有表达到就可以了 好的可以掌握了 越来越顺了 我们再看下一题 好的 卖白菜一文中我和太太冲突 看到吗 老太太的冲突 反映出个人的什么性格特质呢 来 你谁来回答 老师我来回答 好的 好 从第一开始 从一开始因为老太太嫌白菜贵 又嫌白菜卷得不紧 然后坐着就顶撞他 再紧就变成石头了 对的 是的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之间的这个冲突 那从这边就可以看到 我这个老太太怎样的这个性格呢 来 斤斤计较 对的 然后很调剔 对很调剔 OK 好 很自私 对吗 然后我呢 我的形象又是怎样的呢 很冲动跟急躁 对了 所以但在这边还有一个人物 是谁呢 母亲 对母亲是怎样的性格特质呢 性格温和 对 她平息了这个冲突嘛 OK 大家都越来越熟悉了 我们再看下一题 好的 下一题 好 作者如何通过卖白菜这件事啊 去描述贫困逼人的社会现象呢 我们请一位同学来回答 来 第一次 第一次是母亲 找了整个家 找不到什么值钱的 水里巴 有着过年 包小的白菜卖啊 第二个是 坐着上学的时候 会帮母亲 背白菜去卖 结果白菜掉到那个水垢 母亲怕白菜贬值 所以就去水垢里 把白菜捡起来 第三个是 母亲讲了白菜的价格 然后老太太从手卷里 一张张的数着 然后母亲接过过后呢 也是一张张的数着 看得出那时候呢 检票的重要性 第四个是老太太怕自己吃亏 然后嫌那个白菜的价钱贵 市场那个菜帮子 来减轻白菜的价格 听了非常感动 同学们都可以上考场了 解答得非常好 这个都有点到 就是要 都有扣着这个题目来回答 就是我们不能够 就是离题嘛 一定要配合这个题目来回答 都是在描述这个贫困的社会现象 好的 所以就是从这个 你看白菜就是他们家里唯一珍贵的食材 就是体现了这个穷困逼人 再来他去食这个白菜的时候 怕白菜贬值 就是白菜的重要性 就是带出了他们非常穷 再来这个顾寡老太太也是一样的 施策那个白菜减轻重量 就是为了要省钱 再来就是数钞票 要检视这个钱的重要性 再来我们再看 有时候这个题目 它也会分成AB 同学们就照着回答就好了 刚才买白菜的经过 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吧 对吧 就是卷得不紧啊 嫌贵啊 这些同学们就不要漏掉 这个重点在这里了 B的 刻画老太太的目的是什么呢 来 我们请同学来回答 老师我来回答 好的 姓荣 圣托母亲的善良 反映当时极度贫穷 对 圣托母亲的善良 对比老太太的母亲 是非常善良的 刚才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的主题思想 别忘记 都是会牵扯到我们的 带出这个主题 这个极度贫困的这个社会 就跟我们上一题的 贫困逼人的这个社会性 是一样的 对吧 OK 我们来到了最后一题 母亲让我终身难忘的声音里 包含了他哪些 OK 哪些就是不止一个 的复杂的情感 OK 那还有就是 我为什么会终身难忘母亲的眼泪 来 我们请同学来回答 谁来回答 我来回答 好的 来子一 A是喷铁不成钢 还有悲伤 还有希望孩子吸收这些教训 B 第一次看到母亲流眼泪 B 还有一个是警觉 成性比金钱更加重要 对啊 他第一次看到母亲流泪 所以就醒悟到 他带 又是同样的带出主题思想 是 所以其实老师今天带出这篇文章 跟大家来分享 一定是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想要跟大家分享 我们请老师总结一下 对 其实 真的 大家看到 相信大家都感同身受莫言的苦 但是呢 我看了另外一个他在这个诺贝尔这个颁奖典礼上呢 也带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段话 想跟大家一起共勉之的 文学和科学相比的确没什么用处 但文学最大的用处 也许就是他没有用处 教育也如此 所谓的分数学历 甚至知识都不是教育本质 教育本质 所以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 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 一个灵魂 唤醒另一个灵魂 是 那老师我看到您在桌上 也摆了很多莫言的书 我知道他大概写了26本的散文 剧本 长短篇小说 老师把他们带来现场的意义是什么 我当然就是希望同学们可以就是延伸阅读嘛 对 然后也希望同学们能够深爱这个文学 文学呢不只是我们考试的工具 也可以是我们人生伴侣 OK 书本就是我们人生的伴侣 希望同学们可以继续的阅读 阅读不一定为了硬考 不一定为了分数 不一定为了知识 就是纯粹 就算他真的是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用处 但是呢 那个灵魂 这个是他 我们在阅读呢 就是可以 获得陶冶 对 洗涤我们的心灵的 是 像莫言的《生死疲劳》 他的《风乳肥囤》 《红高粱》这些书 都是能在我们 比如说 生活上遇到一种各种的困难的时候 可能成为一个借境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张老师 到现场来 跟我们分享了这一篇 这么动人的文章 也谢谢六位同学的参与 希望说大家有机会呢 也私底下自己去买书 去鉴赏 然后呢 希望说这些书 也能给你们人生丰富的滋养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同学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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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